大家好 現在是5月6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過去幾天就牛牛皮皮 日升日跌 不過大家知道 上個星期五和今個星期一 加起來跌成九百多點 一度令大家以為開單邊向下 不過我又這樣說 一百天線的位置 三月底的企過 失一日之後積彈 今次連失三日 好 等到A股回來 A股回來 是否真的幫到手呢 上午好像不是 高開低走還要 高開二百多都可以倒跌 不過下午似乎氣氛又稍微好一點 最終都升到成二百點過外 而最緊要就是剛才說過一百天線 重新企穩 又找三十點 大約兩萬到八千六百點左右 那些位置 今天北水淨流入 都有十六億左右 那算OK啦 起碼好過流出 你說後市怎麼看 繼續是牛皮 繼續未有推薦 不過可以證明的話 未死得住 上面看著兩萬九阻力 下面看著兩萬八支持 看看哪個方向開道出來才做 順帶一提 對呀 生物科技股 在上星期已經吃了股 今天跌些疫苗 過去這幾天 B仔股非常分化 板塊有機告一段下 所以未下車的記得都下 後市看其他板塊 例如資源股 油股 礦 鐵銅鋁 那些應該都還可以查一下 好看